它的名詞定義就是它是古代的一個某個 好像是就是一條絲路 可以通往歐亞 就是大陸通往歐亞 然後他們就發現了就是 然後原來世界很大 那我們今天請到這個演講也很厲害 他們幾年前在這邊也是就刺炸風雨 然後現在在台灣就是獨立樂團界也是就很有名這樣子 然後他們今天也不算演講 就是來分享一下他們以前大學時代就是玩團的經驗 然後到現在出社會還可以就是延續當初的熱情當初的夢想 對那我看一下他們準備好了沒有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歡迎Sigaro 掌聲一下 掌聲一下 對 音樂上來就是Eden 然後到發以及阿德 對對對 好開心喔 為什麼這個別人在發 你們在自己去發 怎麼會嗎 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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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去啊 我們要幹嘛 我們要幹嘛 坐這裡 我們可以下去坐 欸 大家好 大家集中嗨 都吃飽了嗎 吃飽了吃飽了 剛吃飽了 那 Seaguar 都是先跟我們大家問個好好的 我是先直身 槍上 是不是要像那偶像的 大家我們是 Seaguar 好 那 就 我們先來問一下為什麼到 Seaguar 就是這個名字 因為其實我們這以前宣傳 蠻多人聽到的印象會以為是香菸 可是其實不是 那它背後還有什麼意義呢 或者是原有 然後我把你的醜事抖出來 就是我們那時候啊 剛開始就是 我們都會在那個 那廟還在不在 那邊有個廟有沒有 在那個哪裡 前門啊 過去那邊有個廟有沒有 對 我們之前都 因為阿德之前 大學的時候他住那附近 然後我們會去那邊喝酒 然後剛開始組這個團的時候 我們都去那邊喝酒啊 然後在那邊抽菸 然後我們會看到便利商店 有那個雪茄有沒有 看起來好像很好玩 我們那時候抽菸 買雪茄來抽抽看 對 然後抽抽抽抽抽 我就問Edan 因為它是音音系的 對 音音英文很厲害 然後我就問Edan 雪茄怎麼拼 對 然後他就 大家可能也喝醉了 有沒有 喝醉CIGAR 我們抽雪茄太開心了 我們以後就叫 我們那時候就組一個團 那時候在玩Copy而已 我們就啊 就叫CIGAR CGARO這樣子 然後就用了之後 然後我們也不以為意 我們也沒有特別去解釋說 這是雪茄 但是我們當初是這個意思 然後直到我後來 有一天去查說 欸 好像沒有那個O 對不對 然後我們後來就想說 沒關係 就講錯就錯了 就是用這個團名 其實也不是啊 我當初用意只是 因為它是兩個音節 聽起來很怪 所以你要再加一個O 對對對 oh really 所以我一直解釋你們 沒有人相信我 我就算我不想解釋 我真的不想相信你 那就不要 就差不多是這個感覺 對 這個節奏 嗯 好那 再來就是 那個 因為我好像知道 你們都不是同一屆的嘛 好像有 就是 都不是同一屆的 我大一大二大三那時候 對嗎 那是怎麼會 就是聚在一起 其實我們算是 算是同一屆啦 但是不同 如果一正常的 等一下 好 阿德你有麥克風 對 我發現他 對 因為阿德平常彈吉他啦 所以講話可能比較 可是他其實也主唱喔 他唱歌很厲害 我比較難說話 呵呵 呵呵 對 但是我真實在 呵呵呵 是靠腰喔 呵呵 呵呵 對啊 其實是同屆啦 我們是年齡不一樣 但是其實 那時候進來認識的時候 我們是同一屆的 對 然後 Eden比較大 然後再來是我 然後再來是阿德 但是 我們就是年紀都不一樣 但是 我們那時候進來的時候 是同一屆的 對就是像 進來熱營社那時候 就是跟你們一樣 就是 欸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社團博覽會 然後銀星這樣 然後都是同一屆的 對啊 只是一開始我們還沒有一開始組團而已 對啊 熱營社然後 對啊 結果我進來我先吃Eden的香蕉 喔 對啊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銀星不知道有沒有玩得很開心 有沒有 我們那時候是 那時候誰是社長 那個羊鎮鎮鎮鎮啊 沒有混蛋 下流 我們那時候去玩銀星就是 那種什麼 什麼 什麼 輸的男生要夾一根香蕉在這邊啊 然後 誰就要去吃這樣子 他有去他的香蕉 基本是我夾 他是他吃我的香蕉啊 到底是誰吃誰的香蕉 因為我沒有吃到那時候吃他 那時候我蠻餓的啦 其實啦 就是這樣 就你們可以 對 反正就是這樣啦 就差不多這樣 照片好像還在 對 就是 剛剛我們是在不同年紀啦 也不同 如果按照正常求學階段 我們應該是屬於不同界的啦 但是我們比較不正常啊 重考重考啊 休學退學退學退學 對啊 對啊 所以不要當社長 好像從 社長魔咒 好像從 社長嘛 社長魔咒 你現在書唸還好嗎 破了啦 破了啦 李進就破了啦 李進就破了 李進就破了 陳之瑋也破了 應該說男生不要當社長 沒有 不會順 陳之瑋也就破了 對啊 他這樣算破嗎 破了 我們要先跟他解釋一下社長魔咒是什麼 從我進來的那一屆的社長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都沒有畢業 對 我們那時候 就是很害怕說這個魔咒會不會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 就是 那時候 原本一度有那種 社團沒有人要接社長 我一個就不想要 完全不想要去理這件事情 對 後來也破了啦 對 這只是一個 好笑的事情 自演變 沒有畢業 從四沒有畢業 我也四年沒有畢業 對 要不然就是轉學啊 修學 要不然就修學啊 在別的學校畢業 也沒有 楊正恩沒畢業喔 楊正恩沒畢業 楊正恩沒畢業 露館也是以前的社長也沒畢業 對 露館也是以前的社長也沒畢業 一些 vous先注意一下喔 自己小心一點 日vor 自己小心一點 對 2017 已經破了 73 他都說不順利了 真的嗎? 我要延續 想要繼續傳承這個 延續還是把它唸完 接下來請Sky我分享一下你們大學時代 雖然有點久也不會太遠 那時候你們是怎麼玩的 這句話有點過分 雖然我今年已經30歲了 可是你也不需要這樣子吧 對啊你們那時候是怎麼玩 怎麼跟其他學校不一樣 就是讓大家聽到其他學校 就會有一個 對啊 你那時候是我們嗎? 是這樣嗎? 是因為這樣嗎? 所以你說是我們這團嗎? 也不是 應該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或是 其實我覺得那個時候應該是這樣 就是 我們發現很多社團 就是 大家會沒守成規 因為我一直覺得 社團還是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大學 其實根本就不會有老師在管你們幹嘛 你們高中的時候 有時候社團還有指導老師什麼 其實大學你們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你們自己在 自己在掌握 你們要怎麼樣去辦 例如說一個懲罰 你們要怎麼去找商 你們要怎麼宣傳 你們要怎麼去審核你們的表演團 怎麼邀請人家 怎麼佈置場地 怎麼叫PA大哥 怎麼樣什麼 其實都是你們自己可以弄的東西 那我覺得 很多那種外校的社團也好 別的學校社團 他們很沒守成規 就是 很封閉啊 很封閉就是 就是來這邊學吉他 然後表演成發的時候 就是大家排排站 就是都是玩自己的東西 我發現 我們那時候發現 然後剛好 其實我們很幸運 我們那時候很多的資源 我們有認識很多不一樣的人啊 一些Live House的老闆啊 或是認識一些樂器行的老師什麼也好 我們有很多的資源 然後我那時候就一直覺得說 其實我們應該要向外發展 對而不是說 我們自己就是 沒守成規 學長交代我們這一套 我們就是辦懲罰 我們就是辦迎親 我們就是招商 就是教學 其實你們可以想很多 很好玩的東西 社團它是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就是特別是你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這麼簡單來講 下學期是不是都沒有什麼活動 其實基本上 都沒有什麼活動 但是一定有很多學生 其實 搞不好他以前是學木吉他 他現在是來熱音社 他想要學電吉他 什麼也好 你們為什麼不能辦一個中午 跟倒地茶老闆講好 我們每個月一次中午 我們就是熱音社帶親樂器去那邊表演 其實為什麼不行 我發現說 大家都把那個東西想得太規矩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玩社團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就是我們大學的時候 包括說你們自己熱音社 我覺得熱音社就是 它不像一些戲學會 很一般演 我們今天審核預算 我們怎麼樣 我沒有 就是不喜歡那些戲學會的意思 我意思是說 我們熱音社很好玩 對他們是一群 你們一群就是 怎麼講 也不是說 神經病啊 你要這樣講也是可以 對 就是 怎麼樣 有報告沒有寫 沒關係 可以先回去寫 繼續吧 有報告沒寫 沒關係 沒報告 謝謝 我們今天是一個很輕鬆的那個 對啊 很輕鬆的一個 那個 聊天的 對 聊天的一個模式 想上廁所就自己去 沒關係 對然後 對或是 就是覺得聽到一半 覺得不好聽 就像 You suck 你要走掉 也沒關係 OK 對對對 我們今天很輕鬆 對 好 我剛剛講哪裡 就是 我們熱音社會 大家會喜歡 然後在一起 對 大家會喜歡熱音社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都不是 中規中矩的人 我相信是這樣 就是 我們都不是中規中矩的人 對 那 我覺得很多東西你們可以辦 下學期沒什麼活動 我們有點預算 為什麼不能請所有社團的學員 我們大家拿社費去唱歌 OK啊 我覺得OK啊 為什麼不行 我有通知到每個社員 對啊 我有通知到每個社員 就跟 發放那個 發放那個什麼 那個消費券一樣啊 我每個國民都有發到啊 我是買PS3啊 對 我們就是 用社會買一台PS3來 來那個有沒有 就是把這邊有沒有 申請把它弄下來 這邊打什麼有沒有 打電動啊 比賽啊 那樣有沒有 MBA什麼 我覺得OK啊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一定就是 你們懂 或是 欸 我們有社費 大家討論 我們去外面看表演 或是什麼的 我覺得都 OK啊 任一社不一定要做任一社的事情 你可以做吉他社的事情 對 就是 你們其實很多東西可以做 我 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這樣 就是 我覺得我們不單單就是學校社團 對 他有很多東西可以去做 很多東西可以去 你們是等於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我們那時候到 我覺得我很自豪的地方是啊 我很自豪的地方是 我們任一社很有相信力 我們在辦任何表演 像包括我後來有聽說 你們 今年 可能下學期 你們有一個 類似我們那個時候的一個大表演 不好意思 給你回到 不然你叫警察來扭 對 然後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一直想到說 我們那個時候在辦 那個夏日報酬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聽過 可是就是 那其實也沒有什麼 很了不起 但是 對我來說 那是我大學 認識所有的回憶 對 就是那個活動 我很累 我們都很累 每個人都很累 但是我們有做到 對 我們 那一年我們辦了一天 兩個舞台 在大操場 對 我們申請學校經費超過十萬 然後我們邀請了 二三十組的地下樂團 來輕易表演 對 我覺得那個表演很棒 對 那我們一整天啊 包括早上啊 在露天的 對 然後 我是覺得說 這就是 我覺得任一社它是一個 想心力很強的社團 對 我們大家都 不安於事 我們大家都 就是不是莫守成歸的人 我們都是 有很多想法的人 才會來熱音社 對 那我覺得我們不用 不用說 欸我們被局限住說 我們就是只能跟學校申請這些經費 我們只能做這些事情 對 我們也可以 欸我們的社費拿到了 我們就是只能做這些事情 買音箱 買 買股買什麼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給你們去活用的 包括你們說幹部 你們就 欸有idea 我覺得可以辦一個什麼樣的活動 對 讓人家覺得任一社它是一個很好玩的社團 它是一個很好玩的社團 而不是 就是 我們就是好像很窄 有沒有 就是簡簡單單的 對 我不希望大家像那種很老派的那種去 去就是 玩樂團就是要怎麼樣啊 穿緊身褲啊 Rock什麼 有沒有 看到電視上面的那些人 不好意思啊 我沒有在講你的意思 對 就是 你有時候看到那種電視上面那種表演啊 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RockRock 你自己心裡會知道 那個不是Rock 認真的Rock的意義是什麼 是你不會掛在嘴邊 但是你知道你在做什麼事情 對 你知道說欸我用音樂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對 那 嗯差不多是這樣 對就是希望社團就是 你們可以開放 對 去做你們想做的事情 對 那我有問題 就是 你們 那時候對於玩社團 你們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就是 我 這麼專業的 你查一下谷口 好想這樣 我想要寫個企劃書給你嗎 還是 沒有就是怎麼 讓大家 變成像一家人這樣 就是 大家都很好 我不想這樣講啊 但是是我當初 我大學四年 我跟我班上認識的同學 大概不超過十個 就我幾乎身邊的朋友 都是社團的朋友啊 所以 因為我覺得啊 你像現在講真的 我們大學畢業 像郭台銘前幾天講的 22K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嘛 你真的大學畢業 現在你研究所 研究所現在路上隨便撿都有嘛 所以我 就是覺得你 來大學就是要玩社團嘛 你要認識不同的人 像有些人 也許他真的很乖乖念書記 他的本分 就是一直都 好 在班上都千幾名啊 分數很高什麼 但是我覺得 對我來講 但是你們聽聽就好 你們要自己去判斷啊 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只要能過 我只要能畢業 我就好 但是我在社團中 學到的東西 一定是你未來 出社會學不到的 然後你在班上 是學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實際上講 你們這種話應該聽過幾千幾萬遍 很籠統 但是這是真的 真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就 我覺得玩社團 就是放手去玩啊 學什麼 哪怕家裡 爸媽會罵什麼 那個一定都會被罵 誰沒有父母 誰沒有成長 對不對 那都一定會被罵 所以我覺得就 就是放手下去玩 你喜歡 我覺得喜歡就去做 你如果現在不講的話 以後一定會後悔 就是不做 不講 有些事情不做 以後你畢業 像我們出社會第一年 你還覺得 幹嗎 好玩意當學生的生活 現在每天都要上班 學生到底在煩惱什麼 學生到底在煩惱什麼 到底在煩惱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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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壓力 就給他盪就好了 在煩惱什麼 反正隨堂修 不用錢 對不對 誰沒有從 誰沒有從修過 我覺得沒有從修過 就沒念過大學 對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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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隱蔽 我沒有隱蔽 反正就是這樣子 這樣還是念大學 對不對 不然就是 整天念書 你不覺得笨嗎 你那些青春的時間 四年 四年不要覺得 現在在座各位有誰 已經大四了 沒有 大三有嗎 你不覺得 媽時間過超快的嗎 就是 已經要 要升大四了 你們下學就大四 然後接下來就畢業或 掩蔽之類的 你不覺得時間過 真的超快的嗎 所以我覺得這四年啊 不要浪費 就好好的玩 我覺得大學沒有在念書的 大學就是玩啦 就是我這樣覺得啦 對啊 你們自己去判斷 每個人的 每個人心理的價值觀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判斷 對 剛剛就說 所以 再來就是大四 再來就掩蔽 好 那我大三的話 又兩年了 就是常派就對了 就是常派就對了 就是常派 阿德你有沒有 阿德想聽聽看 因為他都比較 好 好 對 其實 那時候 阿德有當過社長 那時候 我基本上是沒有在念書 對啊 可是這是錯誤的示範 你要會網還是要會念書 對啊 那 就是 關於社團 為什麼會有這麼有向心力的問題 其實齁 這也是跟社團的那種運作模式有關係 對啊 當時我們把社團接過來之後 我們改變了許多就是管理社團的方法 甚至連教學的模式都改變 然後 再加上就是 會想出很多很多點子 會讓大家覺得 欸我想要來參加這個社團的活動 然後甚至 就是 平常大家會一起揪去哪裡玩 只是變成說 就 慢慢的大家就會覺得說 沒事我就想要去熱營社 然後熱營社要幹嘛 就會想 非常盡心盡力這樣子 對啊 我想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還有 曾經有一次 就是 開會 我們在那個 那個什麼 捷克與魔鬥 我們在那邊開會 然後 幹部十幾個人 然後加上儲備幹部 二十幾個人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就是 舊人在開會晚上講說 欸阿德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去唱歌 那我們 什麼時候要去唱 然後我就 很害怕的回家裡去 等一下我們回去 洗個澡 我們就去唱歌了 然後就真的 社員結果就會 有啦 你有啦 對啊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這樣 很隨性的 就是一摳 大家都出來了 對啊 就去夜唱啊幹嘛 就是 很多很多事情 其實可以讓你的社團變得更好 更有向心力 他會覺得說 他來參加認識 並不只是 就是 我想學習 然後可能 又學不到 他其實進來 就是學習這種團體的生活 欸等一下 你們有沒有 再一張椅子啊 我發現有一個 有一個遲到的團員 有一個好面熟的人 對啊 有一個好面熟的人 我頭抬起來 我才看到你 你有話要發問嗎 沒有嘛 你給我力量一點 你要來啦 你要不要做前面一點 來來來來來 不舒服啊 不舒服喔 他不舒服啦 沒關係啦 也沒關係啦 來啦 這種 來吧 你比洗腦帥 來啦 你爛 哪一個 哪一個小洗腦 那我們掌聲 歡迎洗腦 洗腦 洗腦 他沒有跟我說 他沒有跟我說他要來啦 但是 對啊 他 我剛好問他啦 有啦 他要來啦 有啦 其他兩個 我忘記跟大家講 為什麼其他兩個團員沒有來 因為 小忍在高雄 對 朵門鼓手 他是在中鋼上班 他是作業員 做六休二 所以他沒有辦法每天都 出現 對 那另外一個主唱亂亂 他是 在台南工作 他在科技場 有沒有人就是機械系的 對 反正他在科技場上班啊 對 他都說他忙到很晚 他也 在台南工作 在台南生活 他也是 電腦或什麼才會出現 對啊 嗯 那這是我們的吉他手 洗腦 洗腦吧 三杯 先唱首歌 大家好 我叫洗腦 我叫 你唱那個啊 那個 母親節那個啊 太丟人 哈哈 你現在會使用太丟人這詞彙 你好正經 我看 太丟人這詞彙 不是你會用 對啊 對 好啦 那下一個問題啊 有嗎 有問題 對啊 有問題都直接發問 沒關係啊 對啊 你們對現在 我們現在主題是社團運作 對啊 社團運作和諧 你們可以問啊 對啊 你們覺得洗乾我歌很難聽 你可以直接抱我們 沒關係 You suck 之類的 Foo OK 沒關係啦 不要客氣 對啊 我們今天就像是一個 聊天的聚會 對啊 誰剛剛有檢討會 沒有沒有沒有 請說請說 這是不能說的秘密 沒有 那一年為什麼啊 為什麼 其實應該問亂亂比較知道對不對 成思維啦 我們辦一個很大的活動就對了啦 然後我們寫企劃書寫敲酒 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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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三招商 我們還有三次招商 對 對 不是說 不是說那個啦 學校是給我們十萬吧 學校是給我們十萬吧 還有那個是器材 對 然後還有器材 然後其他是我們自己招商招了 三次 三四萬塊吧 我們早餐也招咧 我覺得憑什麼 為什麼早餐店做我們那麼多錢 憑什麼不找早餐 對啊 當我們下午去招商 他們都關了 所以你是早嗎 我們早上七點 大家在西安區集合 現在沒有西安區了 還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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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秀龍 國秀龍旁邊那邊嘛 對不對 我們早上就七點 大家在那邊集合 然後大家睡很心中 有人剛包台包完就來了 有沒有 我還沒睡 那你FBI有去招嗎 FBI那些 有嗎 那個都公讀生 他不會理你 對 你有招嗎 沒有 他有招到 我們後門也招 你們一定沒有想到後門對不對 評審喔 賺學生的錢 後門也給他招啊 對啊 早餐也招 後門也招 我們招到那種 那種 那種什麼熱舞設計 他說 那不是熱舞設計嗎 然後不是要招商 不是上禮拜來招而已 對啊 我們一直招耶 那時候狂招耶 然後招商還 然後我們就 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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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弄到最後一天 沒有錢的時候 還差一萬多塊 我們 然後我們有一條款項 是要 那個表演結束之後 學校才給我們 一萬多塊 我們自己幹部一人 掏一千塊出來 為了辦活動 他有去賭博 賭博 賭博 對對對 一人出好像一百塊 一百塊然後去買那個 去闖那個三關 去闖 喔 那不能講 欸 那不能講 那是小忍那個對不對 那不能講 那時候我們有同學在 對 對 對 在做那個 類似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們自己做股東去賭 然後有賺嗎 多少錢 快公快 快公快 那個也有 就對了 為什麼最後還是沒有錢 就對了 最後還是沒有 不夠 我們最後還不是自己一人貼一千嗎 對 反正我們就無所不用其極 那時候為了辦那個活動 想很多 想了很多 還沒有什麼問題 學校那個經費可能就是 你要真的要寫申請書 計畫書 那時候我們是寫那種大型活動 然後跟全校聯合 然後把他寫的那種 幹 文粥粥的 什麼 什麼增進 什麼學校曝光率 什麼鬼什麼屁的 反正就官方來套 對 可是為你這樣想 學校只給你八千 只給你八千嘛 有空白的企劃出來 我回去幫你 我回去幫你研究看看 我有點忘記 因為那時候社長是亂亂 對 然後反正他跟學校開了大概 十來次會吧 跟學校 學生會 學生會 學生會那邊一劈頭 就問為什麼任聖要十萬塊 怎麼劈頭問 然後大家問 亂亂一直去被跑 他每天都是去被罵 每天後來 他都說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消緩 學生會會長 消緩緩 他每天都一直罵一直罵 反正我們那時候 無數的會 就是為了那五萬還是十萬 我忘記了 反正蠻多錢的 對不對 然後其他社團都會問我們 就像你們這樣子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們可以請那麼多錢 對 可是我們那時候活動 真的辦蠻大的 兩個舞台 從兩點就開始 第二次我都沒參加 第二次我都當兵人 嘿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不要再問錢的事情 不要再問錢的事情 我們那時候無所不用其極 做了很多那個 傷盡天良的事 三招 我覺得還蠻不好意思 對 對 那我們那個問 就是別的好了 就是你們 一開始說你們是Kobe團 對 那後來怎麼會走創作 是 還有這個嗎 就是 其實 爽吧 就是一個 我自己的想法 是因為我在 進學校之前 就在玩創作團 可是我就覺得 玩Kobe 其實沒有那麼有樂趣 對 就是寫創作啊 寫自己想彈的歌 想唱的歌 然後 可以表演在 表演給大家看 其實是一件非常爽快的事情 所以 終究逃脫不了創作的命運啊 對啊 喜高如還是走入了 歷史 的洪流 沒有啦 那個 當初啊 我們 最早的時候是 原本是 我們都各自有各自的團 對 各自在大家有各自的團 然後 那一年的時候 剛好 我外面的團 沒有在玩了 然後 我還是會來社團 然後就覺得 沒有表演沒有表演的 無聊無聊 然後那時候Edan跟 阿德他們在學校 原本的團也沒有玩了 然後他們 欸 他們還想要再表演 他們就說 欸那他們查一個主唱 他們就來找我 然後找一個鼓手 那時候一開始原本就是 一個Kobe團 就想說 欸我們只是想要表演 只是想要再懲罰表演 對 然後我們就自己練一些歌 然後再 在學校表演 然後表演完之後大家覺得 欸這個團默契還不錯 然後我們就想說 欸反正 我們都有在玩地下樂團的經驗 我自己的外面原本也有團 阿德原本自己也有自己的團 然後他想說 欸那不然我們開始 就來寫一些東西 就寫我們 屬於我們這個團的東西 對啊 那時候 因為 我是主唱啊 然後所以就是 那時候他們的 曲風什麼都是偏向 欸 我剛剛噴好大一頭厚色 對 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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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就是 欸就是那時候 就以我的 我平常在唱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是去做這樣的一個曲風的東西 對啊 然後那個學期 那個寒假還是暑假 我們就寫了兩首歌還是三首歌 寒假 對 然後開學囉 那時候是 上學期組這個團的 然後開學囉 那時候下學期囉 然後就有一個很拽的 我們聽說但是 是外面 就是我們認識一個 地下樂團的 的那個 吉他手 我們的朋友 然後的表弟 很拽 就是 幹 他會玩吉他 他那個 高中同學的表弟 對對對 你高中同學的表弟 他就過來跟我們講 那個是灰色邊緣 可能大家沒有聽過的一個團 一個吉他手叫高反 他就說 欸 我學 我弟啊 我弟現在進你們學校了 我說是喔 可是下學期了耶 他上學期沒有來熱音社嗎 喔我不知道耶 然後反正就是很拽啊 好好照顧他 對對對 好好照顧他啦 他一定會去你們認識 我說沒有 我上學期沒看到叫什麼名字 喔就是潘志榮啊 對不對 我不知道 然後沒有聽說 然後到下學期才來 很拽然後來的不講話 這樣有沒有 然後那個時候才夾了這個吉他手 對 就是一些過程 一些經驗啦 蠻好笑 他原本不是要被那個 Newman他們搶中 他原本現在差點在彈野花耶 對 嚇死人 他說瘦瘦的很帥耶 你現在站起來 那個人看你有多胖 所以我還蠻胖的 沒什麼資格講你 對 他以前很帥 以前 欸小忍是後來嗎 小忍是後來嗎 小忍是小豐去澳洲之後 喔 對啊 澳洲狗 然後亂亂是跟他一起進來的 沒有亂亂是 小忍打了一陣子才亂亂才進來 喔 小忍打了一陣子 所以大概總之前前後後 我們大概兩個學期才變成現在這個陣容 對啊 反正就是 都是一些緣分啊 都覺得好玩啊 所以我覺得 到現在我們還在一起 我真的覺得其實還蠻有趣的 為什麼忽然趕傷起來 為什麼 我不想要把這個路線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那番話蠻對的 然後眼睛還這樣子 眼睛還只是一個有沒有 好像若有所思 對反正就是這樣 嗯 對 這是編制上嗎 因為你們那時候很特別嘛 有兩個主唱 那是為什麼 然後一個好像是念Rap 就懶惰而已嗎 欸其實是 怎麼說 因為那時候我們剛開始表演啊 然後 然後 我們表演了幾場 就是 欸我們的歌裡面有些 會吼的東西 然後 我們另外一個主唱 亂亂 他覺得他常常跟 他那時候跟小忍很好 跟我們鼓手小忍很好 可是他那時候自己有一團 然後 他們 他們就是 他我們來練團的時候 他們就會 他就會跟我們來 然後他就看一看他覺得很好玩 我記得我們那邊HU的時候 他們很好玩 因為他那時候玩的東西 比較 比較流行一點的東西 對然後他覺得跟我們玩很好玩 然後他就 欸麥克風拿起來 就跟我們一起玩 然後後來大家覺得說 欸沒關係啊 那我們就寫歌之後 以後就是 被寫兩個主唱的 也會 東西變得比較多元 對然後 也會 比較多的 就是 變化 然後 然後 當然 墨尾妍這裡是個特色 就是 欸我們有一個 雙主唱的編制 可以有不同的東西 對 當時是這樣的想法 也比較帥 對啦 亂亂也比較帥 也比較帥 就是整體那個帥 大概加了 大概有沒有 45分左右的那個程度 對 也比較帥 的確 嗯 對啊 對 扣掉亂亂你們這些人 就只有醜而已 還有胖 還有肥 吃肥 又想在後台 欸他現在也變胖了 又想在後台吃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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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也變胖了 沒有人在乎了 沒有人在乎了 現在不是吃這些 我們現場跟他連線一下 對 嘟 嘿嘿 嗯 嘿請說請多 你選擇上去想問 讓他們現在爬了 那你想要做什麼東西 那你想要做什麼東西 那你想要做什麼 那你想去寫 你的意思是說 一個團大家想要換 不一樣的東西 或者是實力 有差距 打架 找架 阿德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我建議是可以 用實力去看 去選歌 就是 可能看哪一個人的實力是比較差的 然後就依照他的水準 稍微拉高一點點 去調那一種歌 去做 你可以幫我打蘋果光嗎 因為 因為 你如果說選說就是你選歌水準 可能跟那個 實力最差的人差不多的話 其實他也不會有什麼練到 也不會進步 對 所以 大致上應該是 依照實力去選歌 然後 甚至連主唱也是一樣 因為主唱 說實在 不是每一種歌都有辦法唱 對阿 所以就 大家就去討論一下說 欸 這首歌我覺得 可能 對誰誰誰實力 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我覺得可以做 就去練 對阿 如果說你們真的沒有一個方向 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的話 用這樣去挑歌 其實最快也是最方便的 對阿 也是最有效率的 嗯 才會進步 OK 對阿 你要補充什麼嗎 你先補還是 我先補嗎 我補阿 過股好 對 就是 你看 你這有中 你這有中 你看 那個 我個人就覺得 就是 欸 剛剛不是都說過股了 我開門了 那好 就是 欸 我個人是覺得啦 我 我有些經驗啦 包括就是以前看一些 學弟妹的表演啊 或是什麼 像以前有一個 平盧喔 平盧 你們記不記得 哪個美阿 平盧不是美阿 平盧不是美阿 平盧是女的 嗯 但是不是美阿 我希望你能夠了解我們那個 畫中的畫 好不好 聰明啊 聰明喜歡 才怪我們沒印象 對阿 反正就是 他原本有個團 然後 他是主唱 然後他後來 自己發展去了 就是自己盲目吉他 好像這樣還有表演吧 有時候會在哪邊有一些 對 哦 對對對 然後 他那時候跟 跟一群玩團的女生啊 他們在玩的時候 一開始我覺得他們唱的歌都還不錯 然後 可是後來那些女生好像想要玩比較重一點的東西 然後就 就叫秉盧去唱一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 可能我比較自私啊 我是主唱 我會覺得說 其實樂器的tone 樂器的什麼東西 他可以去做修飾或什麼 但是我覺得主唱的東西 他其實是很主觀的東西 有些人他就是適合唱這個 有些人他就是不適合唱這個 對 那 如果說你們在走創作方面也好 或是你們在選Copy歌的時候也好 其實你們可以去 去思考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其實可以去 思考說主唱想要唱什麼樣的歌 對 畢竟 畢竟 你們其他的技巧 Bass的技巧 鼓的技巧 你們都可以隨歌去做轉換 Tone也可以隨歌去調 但是 主唱沒有辦法 有些人他就是唱這種歌 他就不適合 對 那 可以練 可以怎麼樣 可以修飾 音高音低 對 對搖滯對什麼東西可以去修飾 但是 我個人還是覺得說 就是 當你們要去選擇Copy歌也好 當你們要去選擇 創作也好 其實你們可以去 思考一下 討論一下主唱 你平常是喜歡唱什麼歌 我相信當主唱的人 他都是本來就是 還不錯 至少唱歌都還不錯的人 對 對 大家就是可以去討論這個點 可以把這個東西 納進來 而不是說 我想要玩多重的什麼東西 可是 搞不好人家主唱 他就是沒有辦法唱那種東西 對 供大家參考 對 嗯 觀眾你有想要說什麼嗎 不是我講話 不是我講話 就是我剛剛補雷被你補完 對我補完了嗎 一次補兩個 好 嗯 嗯 那就是 我剛剛聽你們也是經過一段時間才變成這樣子 那是怎麼讓你們就是經過那麼多年 你們都沒有換然後依舊是這樣的編制 然後 從當兵回來然後 然後 對 然後一直維持這樣子 我一直想換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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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也是想要接這個 我一直看 他還沒講完 想啊 總不想 他好像也爛了 你講完 也沒有啦 這種東西其實 你在學校玩團 跟出社會玩團 又是兩回事情 因為在學校你可以進行經歷 被盪啊 什麼什麼都沒關係 進行經歷被盪 進行經歷被盪 我就不用去上課在家看電視就好了 對 差不多這個意思 反正就是 以前在學校真的沒什麼壓力 就是玩團嘛 不需要有什麼壓力 那你一旦出了社會 就是 你要工作嘛 加上 可能有些人要養家 家比較辛苦 可能要拿錢回家幹嘛 可能沒有 沒有這麼多錢 或是沒有這麼多時間 可以玩團 但是 其實我覺得不用想太多 有些人會一直懷抱著一種夢想 有夢想算是好的啦 他會懷抱著夢想說 噢靠 我以後一定要 去哪裡表演 我一定要去唱 Fuji Rock Somersonic之類的 這種 很遠大的夢想 或是以後要去 我們常講我們要去舞蹈館啊 對 我們有一天要去舞蹈館表演啊 之類的 但就是 我覺得不需要給自己這麼大壓力 就是 這就像 就像是一個休閒娛樂 你下班之後 上班很累下班之後 就是像有些人的休閒娛樂 就是改車 然後去 洗車幹嘛 釣魚 然後包台什麼 現在是有 有社會人是在包台嘛 對 然後 就一樣的意思就是 只是我們休閒娛樂 就是玩團 就不需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畢竟這是一個 就是休閒娛樂 讓你開心的東西 你玩團的時候 你會感到開心 要有目標啦 對 要有目標啦 但是 就是 就不需要把自己比太近啦 他就是一個休閒娛樂 不要太硬的說 就是我一定要 有時候不要太執著啦 對啊 其實我常講就是 有夢想很好啊 但是有時候還是要醒來一下 偶爾要睡醒一下嘛 就是 就是這樣子啊 對啊 我要想說怎麼樣才來把你的話講的 就是比較說 白話文嗎 對對對 比較白話文 就是 就是 沒有我都在拖時間有沒有 現在才34分而已 我要講到九點半 還有五十幾分鐘耶 我好怕 你可以再唱唱歌嗎 我 好 那個 就是 剛剛 剛剛問題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到現在還是 就是 維持就是 我們還想 還想在一起的 欸還在一起玩團的原因 為什麼我突然生油到我今天早上工作的那些事情 欸 就是 其實啊 我們就是抱著一個 我們喜歡 所以我們才在玩 的一個態度 當然我們 有一些時候我們會把自己比得很緊 例如說 發片的時候 或是例如說我們要做新專輯的時候 對那 但是我們就是有一個目標 大家一起去衝刺 那我們還是有休息的時間 對 出社會之後 很多時候你下班 你很累 對 或是你 你 你開始會心境有些轉換 就是欸 這個東西可能不是你的全部 對 那 不是說我們放棄那些夢想了 而是說 我們更 了解自己其實想要的是什麼東西 對 那 我也不會跟你們講說 玩團 它沒辦法賺得了錢 玩團 它 沒有辦法 你們沒有辦法 永遠沒有辦法去東七五道館 對我不會跟你們講這些話 但是就是 其實 你可以自己去了解說 你在玩團的時候 你到底是想要什麼 對 那我覺得說 可能 我們 我們會一直持續在玩 是因為 這個東西給我們 一個 我們跟人家不一樣的感覺 給我們夢想 給我們 去衝刺的動力 最重要是 我們在裡面很開心 我不希望 Edan講的東西也是 我們都不希望說 你在家練吉他 練到很辛苦 練到沒有時間去讀書 練到沒有時間去幹嘛 練得很辛苦 練得很辛苦 然後但是其實 你根本就沒有那麼喜歡 你只是因為說 我的團員 他們一定要現在要表演 要比賽 或什麼 而是 你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要 抱著你是很開心的角度 去做這件事 我盡量去寫歌 這首歌寫出來超屌的 我好想要趕快 把這首歌錄起來 給大家聽 對 對我一個創作者而言的話 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很重要的 就是 我今天寫這個歌詞 我覺得超屌 我好想趕快把它錄起來 我好想要趕快 給大家看到 大家聽到 對 那我希望說 你們還 都是要保持這個熱忱 我們今天練的這首歌 整個社團都沒有人練過 這首歌超屌的 這是什麼國外哪個團 練的歌 不是我們今天寫這首歌 這是我們第一首創作曲 我希望大家 無論到了什麼時候 你們都要保持這個熱忱 對啊 因為 做這件事情 它 百分之九十 甚至 絕大部分 它是沒有回饋的 對 你說玩團把妹嗎 其實 大家都心裡心自肚餅 把不太到妹 妹都被熱舞社把去了 對 但是就是 你沒有得到回饋 你得到的是什麼 對自己的肯定 還有你自己得到的是快樂 的東西 才會 讓你們持之以恆 而不是 有些人 為了一些目標 大家一起組在一起玩團 玩完之後 其實 得不到快樂 很快就會閃掉了 對啊 這是我們為什麼到了 從以前到現在 包括我們團員 其實私交都很好 對啊 有時候 放假了 我就找盤士龍 雖然他最近交女朋友 一陣子很少出現 對 反正 對 一天到晚住在女朋友家 這是題外話 OK 好 那反正就是 保持熱忱 對 然後重點是你玩團的時候 你要等他快樂 這樣子 你們才能持之以恆 嗯 你你有什麼話要說 有被我講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對 都差不多啦 都差不多啦 欸盤士龍的動作 盤士龍好像想講 差不多 其實差不多啦 可是像 我也是這麼覺得 因為就是 怎麼說 因為平常 很多問題啊 人生太多問題 其實不是來人生生課 生死課 對 然後我覺得 跟他們在一起玩團 其實就會變成說 你有 這麼樣的 放鬆的時間 對 然後甚至你跟 我跟刀巴在寫歌的時候 就會變成就是好像 沒有什麼壓力的感覺 對啊 所以就會覺得 會一直走下去吧 對啊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你為什麼要跟連手 寫個疑問句給自己問 把 把 把 對啊 我大概就是這樣 我覺得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對啊 這東西是快樂的 如果你在玩到不快樂的時候 講難聽一點就不要玩了 對 因為這是 變質了啦 對啊 要啦 就是不要太大的壓力 但是要有適度的 就是你要鞭策自己 對啊不要像 就是 對啊 我是覺得說 玩什麼要想什麼 對 你既然是在玩團 大家就不要 不要說 欸我們就是 怎麼樣 欸就是 也沒練 然後也沒幹嘛 對然後就 欸靠北 講到沒練 你聽團四了沒 對 禮拜五 你聽哪裡 為什麼要預報 欸好 好 這是不是重點 對 反正就是 要有目標 然後 適當的壓力 重點是玩什麼像什麼 然後快樂 對 嗯 有時候如果你們覺得說 我玩音樂 感覺好像沒有一個重心的時候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想 就是 你當初為什麼想要玩樂團 你當初為什麼 好夢幻喔 對 不是用那個 是你想想你當初為什麼 會喜歡音樂這條路 就去想想看 你為什麼會 不是用忽略的狀態去算人重心 欸 對 沒有啦 反正就是想想當初你自己的初衷 然後你在想想自己現在 跟當初想的是不是有點不一樣 然後把你自己的初衷找回來 你或許就會 可以再繼續玩下去 然後可以一直保有熱忱 對 13歲14歲的時候 好 好 好 繼續 欸 請坐 就是在 身為一個主唱你還怕麥克風 不是啊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你們就是在寫歌 就是一開始是 呃 曲是 一開始是 誰先寫出來的 然後 怎麼樣子 然後一起溝通 然後變成這個樣子 對 你要打架喔 先有幾千 阿樂來吧 好 這是基本上 我們歌曲的架構應該是說 我先去做整個編曲的基礎 就是包含了兩把吉他 然後 bass跟鼓手 當然基本上 我不會就是刻意去編說 他們一定要怎麼彈 我就是把整個曲的架構 從 嗯 從前奏一直到結束 這些地方 我大概想要什麼感覺都會先把它寫出來 然後 再來就是 刀疤他會 一邊聽著那樣子的感覺去寫 歌曲 歌詞 跟旋律 嘿 然後當然他歌詞旋律出來之後 我們最後的做法就是 我們開始會 互相把譜傳來傳去 可能就是 鼓手先把 他的鼓都改好 有沒有 然後再換 再換他 然後這樣我們兩個 就是把所有的樂器都確定完之後 然後小忍就會開始說 問我可不可以叼我 欸 大巴厲害 可以不要這樣唱嗎 欸奇怪我自己先寫啊 我怎麼 我要那個 對啊 就是大致上會有一個討論的過程 對 大致上是這樣子 當然其實 編曲的方式很多種 我們選的只是其中的一種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 正要嘗試 很多團 對我們現在正在嘗試 可是我這個事情已經停擺一陣子了 沒關係 還是分享給大家 其實 你要說嗎 你說 欸 好啦 我要講就是 有些 有些 有些大部分 創作的方式 應該是說 唱歌的人 會先把旋律想出來 然後甚至 填上詞之後 再教我們樂手 去做 背景的編曲 這樣 其實 會有好處 就是說 你編曲的時候 基本上 已經沒有什麼限制 對 那當然 歌也會比較容易變得更流暢 然後旋律也可能會比較有機一點 這是另外一種編曲的方式 當然 不一定是每個人 一定要這樣編才會有好歌 好比說 你們聽一些 什麼 Metal啊 或者是 比如 是什麼 扣團的歌 有沒有 那我們就是聽起來背景很爽 搞不好他們就是 樂器為主 所以他們會先寫編曲 反而是主唱在 跟著歌去做修飾 對 主要就是這兩種編曲模式 其實你們可以自己去 想說你們要怎麼寫 或者是兩個都嘗試都沒關係 對啊 因為一定會有不同的感覺 差不多就是這樣 其實 其實就是 像是可能 有些新的社員 或是你們 一二年級剛開始 已經組好團了 你們會覺得 創作它是一個很困難的東西 但是 簡單來講就是 第一 你不是要去比賽 什麼 什麼創作比賽 對 你只是在嘗試一個新的 你自己玩團的方式 或是你自己寫歌的方式 對 它不 你不需要把 把編曲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懂得 所有的樂理 我才有辦法去寫編曲 我甚至不需要 揮樂器 我就能夠寫歌 對 就拿我來講 我 會一些些 會一些些鋼琴 一些些而已 很基礎 一些些東西而已 但是我剛開始玩團的時候 對 我就開始去做這件事情 對 那 我沒有要講我多了不起 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東西其實它真的很簡單 寫歌它這件事情 其實它不是一件難事 只是你要去創作 你要去嘗試 就是 我今天講完 你回去試試看 你回去試試看 你叫你的吉他手 寫一個四個和弦 回 回圈的東西給你 你就是 一直放那個東西 你自己跟著哼 你自己想一個主題 一個阿伯在路上 撿到一百塊 丟到水裡面 那個故事 你就是把它 就是這樣 它就是歌詞 對 然後你自己去 用那個四個和弦回圈 你自己去試著 合著那個和弦去唱歌 任何組唱都會 我相信 這就是創作的開始 其實你們不用把它想的 真的不用把它想的很難 有些人說 我不會樂理 我不會樂器 怎麼辦 我怎麼寫 我看過很多主唱 幾乎 甚至幾乎 幾乎 甚至 就是我看過很多主唱 他們甚至 整首歌寫完 包括他錄完歌 唱完歌 你根本沒有看到他 需要去把他的樂器 去把他的聲音 人聲去key出來 他只需要把它錄出來就好了 對 跟你們平常聽到聲音的時候 你們哼著哼著 那種東西其實它就叫做創作 它就叫做寫歌 你們不需要把它想的很難 大家可以去嘗試這件事情 對啊 就是 我們有時候 你們聽了一百個人 一千個人講 都會講的 就是像我們這樣講 寫歌它是一個怎麼樣怎麼樣 寫歌它怎麼樣怎麼樣 不用 你就回去試 你自己key四個和弦 你叫你隨便吉他手 隨便刷個call 隨便 四個和弦 你們自己回去 各個主唱也好 吉他手也好 你自己去嘗試 你自己做了一個編曲之後 自己去嘗試 或是你自己彈 邊彈 邊哼 它就是創作 對 只是完整性 跟沒有完整性的差別而已 你今天寫了四個和弦 趕快覺得超好聽 繼續寫下去 對 我要舉個例子 你們有聽過一部樂團嗎 有聽過對不對 他們其實他們吉他手不會樂禮 主唱也不會樂禮 可是他們就可以寫出這麼多首好歌 主要的重點就是在於說 很多人寫歌的時候會很執著 在樂禮方面 他會覺得說 我寫這一段好像 樂禮是不成立的 它就會被卡住 然後會覺得說 靠 歌要怎麼寫 可是一部樂團那麼不是 說真的 寫歌應該就是要你覺得好聽 不管他樂禮怎麼講 主要重點就是好聽 然後順暢這樣就可以 所以 這也是一種經驗的累積 就是你要寫出一首首好聽的歌 你當然要多聽 然後也要多做 當然是越早開始越好 因為 這跟經驗真的是非常大的關聯 然後包括你的音樂心 也是需要從訓練開始做起 所以 也是建議大家 多多去創作 不要害怕 沒有啊 沒有啊 我是覺得 玩暖要寫歌比較好玩 對啊 你記得我們那時候 我們剛接到社團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不是辦那個創作大賽有沒有 有有有 那時候我們就是為了鼓勵大家去創作 你今天講了很多的回憶是大家要想一下才想得到 欸 有啊有啊 有有 就是那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會非常希望社員可以跟我們去外面看表演 然後甚至幫他們出社費都沒關係 然後 因為我們都會帶他去看很多的獨立樂團 然後甚至還帶他們去音樂季的現場當工作人員 當了兩三天這樣子 然後 下學期 我記得那時候就開始跟其他幹部一起討論著說 欸我希望大家可以嘗試著創作 國真 很多人都創作了 對 以後春春 而且說真的啦 就是 不要去在意說你創作一定要依靠著玉璃還是要怎麼樣 其實你只要 提起你的勇氣啊 對啊 再奇怪的東西都把它嘗試下去 你一定會找到一些比較屬於自己然後又好聽的東西 真的提倡大家多多創作 對啊就是 其實創作它是一個很多元的東西 對啊像我們剛剛先寫邊曲再寫曲再寫詞 一種方法 對那有人的主唱自己會樂器邊彈邊唱 之後整首歌寫完再可以樂手去邊樂器 它也是一種方法 我有聽過人家先寫詞 先寫整個故事寫好 他再來寫 他在照著他寫的故事去去字去多加一些東西進去 它也是一個方法 對就是 創作它是很多方 很多元的 你不一定說只有一種方法可以寫歌 對啊那 那真的是鼓勵大家多去做這件事情啊 一定要去做你才會進步 你都不做你想要說 我很不喜歡就是 有些團他們一首歌他改了很多次修了很多次 弄了很多次他從來沒有表演一次 那他在他們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 你過幾天之後 你過一陣子之後你會發現你寫出來很好聽的歌 其實是你前面的十首歌 你都有拿一些元素出來 你莫名其妙之中你潛移木畫之中 你已經有練習到東西 但是如果你一首歌你一直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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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沒有必要的寫完就過去想你就過去 我舉一個例子 我聽過的啦 我聽過的啦 就是TZ貝克這個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很紅 台灣的團 他們上一張專輯 就是最近這張專輯 13首歌 不抓啊 演了一次嗎 一次一次一次 他們這張專輯13首歌 我聽說他們寫了150幾首 去選的 對那所以我覺得 我希望大家就是 鼓勵大家多去創作是因為 你不用很 很強迫自己說 我這首歌我一定要把它弄得很好很好很好 我第一次創作的歌一定要弄得很好很好 不用 寫了就過去寫了過去 重點是多寫多嘗試 對有些東西搞不好你等到實力到的時候 你再回來 把那套歌拿出來的時候 欸你自己再經過修改 他會變得很好的歌 對啊 而不是說你都沒有起頭 你首歌我寫到一半 太困難了不寫了 對那就不會再進步啦 就是要一直努力的去 去嘗試去嘗試啊 學生最好的東西就是 你們很多時間 對啊 你們很多時間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也有很多時間可以去包彈 對 因為很多體力啦 對 體力真的比較重要 對總之創作就是 就是鼓勵大家都去嘗試 那我們第一階段分享就先到這邊 剛剛聽了很精彩的 從創團然後學生時代然後創作 那我們現在就是 10分鐘的休息時間 也給Skyl傳口氣 那大家私下什麼問題都可以 找到 或是拍照也都可以 對對對 好 然後就 然後就 靜止餵死 把我成功理解 哈哈 哇 莫斯 忘記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